Hello 大家好 今次《星情飯局》的主角有我 Suki 祥熟悶 今天的飯局主題是要找一些 對我很有紀念價值的餐廳 而這間餐廳就是 是我和我先生 重遇、求婚、結婚的紀念養 那些全部都會在這間餐廳感觸 第一次認識我先生 就是我們李師傅的訪問 在他那間餐廳 做完工作後就被加巴大 大半年一年後 我約了一些記者朋友 在這間餐廳吃完 媽媽Kennie就在那間餐廳 突然師傅打電話來 她說你記不記得上次和你做訪問 那間餐廳老闆 她在你旁邊 她說是嗎 那我過去打個招呼 然後就聊天了 她就和我參加了我們的餐廳 一起吃 之後就 對 對 我先生很喜歡吃海鮮 尤其是喜歡吃蝦 我們去Honeymoon的時候 在澳洲 就吃了很多很多的海鮮 我想是我一輩子那麼多 現在開始就怕了 但是如果是好吃的 我也絕對Welcome 真的一吃就知道是新鮮 很好吃 就算是單單的調味 都已經可以提升了蝦的層次